一個美國寫過一些紀錄劇場作品的一個playwright Donald Freed 說過其實我們日常生活有很多myth 紀錄劇場就是有一個作用去打破這個迷思 令到我們去找回究竟他本身又是怎樣 1998年12月14日 漫畫劇團的成員 來到懷望榮州的拉丸謎鎮進行訪問 第二年我們再回來拉丸謎鎮 進行超過200次的訪問 接著落地的演出 就是七六至這些訪問 還有劇團成員一日記記錄 還有一些我們現成的文盤 劇團成員Grab 對我來說是紀錄劇場的一個啟蒙作品 可以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做出來 做了《三十忘以德》 當我親身自己做了兩個原創作品 一個關於蔡元邨的 一個關於《1967》 就再回頭做這個 再排這個的時候 就更加 可以這麼說的 真的有羨慕有妒忌 因為他們那班是一班紐約的藝人 他們從紐約飛過去中西部 然後做了幾百個小時的訪問 整理成為現在的劇本 這件事始終是一個謀殺案 那個戲劇性或者裡面包含的情感因素 是會很強烈的 1998年發生這件案 他們基本上過了沒有多久 應該是幾個月之後 就已經去到當地做了訪問 我想對於當地人來說 有很多事情還是記憶猶新 所以他們收集回來的資料 是一些很棒的資料 我自己做過就知道 為什麼找不到這樣的資料 自己做1967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用了一個 比較傳統的劇情片式的方法 去講這個故事 這樣的結果 觀眾當然會同情受害者 但是我們可能會 只是追蹤受害者的背景 只是追蹤他的線 結果可能會 只是為同性戀者 覺得不值 覺得要控訴 因為那件案 如果只是一個搶劫案 其實那兩個加害者 那兩個兇手 不需要打 Michael Chepard打得這麼厲害 他打得很凶殘 就是打對頭骨變形 打到他面目模糊 所以已經不是一宗搶劫案這麼簡單 是背後是一個對於 那個社區對於同性戀的 一個根深蒂固的態度 那個戲裡面有一句陀詞 他們的社區有一句格言的所謂 Live and let live 我現在譯了就是 你有你生活 我有我生活 就是說 OK的 你同性戀者 你不要搞我 你不要越界 你不要搞我 我沒有問題 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戲就是一直說 就是這句說話 表面好像開明 但是裡面 你落深一層 其實都包含了 就是 我其實不認同你的 但是 你不要越界 你不搞我 我就OK啦 這樣 好像放回香港的情況就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這麼開明 很多機器的問題 他們不搞我 我真的不記得他們死了 就算他們打到我 我就說 哎呀不用了 一年多之前 當我們開始 當有些同性 同志的組織想爭取平權 爭取婚姻 都不是說要立法 只是希望說 探討這件事 你立刻看到有很多極端的 比較保守的宗教組織會撲出來 去用很多很極端的字眼去指責和性戀這件事 我也是剛才說過 即是紀錄劇場的作用就是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之前一般講歷史 所有歷史都只是描述一些上層階級的東西 不會描述一些平民百姓發生什麼事 大家發覺 歷史其實不只是由那些帝王像上 由那些上層階級去造成 所以大家會嘗試還原一些聲音給一些一般 甚至說平民百姓 正正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貴性就是 我們會幫一些平民百姓 去說出他們想說的一些話 似乎用這個方式 真的可以把戲劇和社會拉上關係